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8日的港独新闻 我是潘文玉 新闻首先带您快速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雄严重城中城火烧事件发生之后 在地商圈集结大家的力量 推出带用餐或爱心物资 希望能够帮助受灾或维持生活所需 疫情逐渐稳定 防疫规定也慢慢松绑 高雄市议员王耀玉 希望市府相关单位能够在防疫之下 增加国际间的交流互动 让高雄提升国际的能见度 高雄的复兴国小棒球队 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棒球选手 每个小将都对未来有无限的梦想 在这个培育的过程 各界给予许多资源的挹注 让这些小球员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打球 高雄城中城大楼失火造成多人伤亡 市长陈清迈17日陪同副总统赖清德 以及行政院长苏贞昌致市立殡仪馆 向罹难者上香至上最深的调念 并且逐一慰问家属表示中央与地方 一定会全力投入灾后工作 市长陈其迈17日陪同副总统赖清德 及行政院长苏贞昌致市立殡仪馆 向城中城大楼罹难者上香 陈其迈表示目前市府正积极协助家属处理后事相关事宜 有关DNA比对皆已完成 罹难者身份的确认初步告一段落 基本上在这46位不幸罹难的 这个网生的市民 我们大概在整个身份的确认 大概初步已经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我们是在20号的头期 那22号的联合公计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家属陆陆续续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困难 那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 也包括塔位 也包括在生活上 或者是在法律上 那我们都会有专人 一对一的这个部分 来提供最大的一个协助 在伤者部分 陈其迈说明 目前交互病房14位患者 生命现象稳定 已逐渐康复当中 市府会持续密切与各大医学中心合作 并成立医疗专家小组 相关医疗费用均由市府致印 加护病房的14位 那目前的生命现象都稳定 那也逐渐的在康复当中 那有一些是因为呛伤 那所以我们有请这个胸腔内科的医师 用这个肢气管镜 要做局部的这个清洗 那把它呼吸到里面的一些燃烧物的这些黑炭 能够排出 那这些排出之后 这些处理处置之后 那基本上在状况 跟整个发言的反应都有改善 所以我们也会密切的 跟各大医学中心这些患者 我们会好好的照顾 全力的来提供医疗的协助 此外为加强消防公安机查 改善大楼消防公安缺失 市府已组成老旧复合式大楼联合机查专案小组 3日内完成34处大楼的消防公安机查 即刻落实改善作为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针对外界质疑 城中城大楼将原本商用楼层改建出租 作为住宅使用恐怕违法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就表示 城中城大楼为地上12层建筑物 本建筑物是在王玉云前市长任期之内 以合法使用执照 而当时7楼至11楼实际作为住宅使用 及属违反法令 在100年免变更办法规定后 开始作为住宅使用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表示 城中城大楼为地上12层建筑物 本建筑物是在王玉云前市长任期内 即以合法使用执照 当时7到11楼实际作为住宅使用 即属违反法令 在100年免变更办法规定后 时可作为住宅使用 有关城中城目前6楼到11楼 我们查了它的使用执照 它是在民国70年合法的 合法的时候 一共有195户 195户它都有隔间 然后有门牌编定的号码 所以目前的状况 所以跟当时使用执照的合法是一样的 它有隔间 然后也有门牌编定 那目前呢 它当然当时合法是办公室 但是一直到民国100年 高雄市定有这个建筑物免变更使用执照的办法 也就是说办公室如果现在变成住宅 它是免变更使用执照 因为它的使用强度是住宅是比这个办公室低 所以根据这个办法 它目前是可以做住宅使用 公务局表示 根据高雄市建筑物免变更使用执照办法 住宅使用强度比办公室低 可做住宅使用 可免公安申报 在公安申报的部分 因为目前中央法规规定 16层以上的类似这种住宅需要申报 但16层以下 目前是没有不需要申报的 大概以上就是 就这个城中城195户的使用方式 跟它使用执照 以及目前可以容许使用 公务局进一步表示 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规定 需依法召开区全人会议 完成报备程序才能完成管理委员会成立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陈东城事件至今 高雄市政府阶级处理后续问题 对此高雄市议员郭建盟就希望 民政单位能够协助厘清产权问题 此外未来三官法条以及配套措施 郭建盟也认为应该要加速优化 来照顾民众的局主安全 陈中城大楼后续问题 高雄市议员郭建盟相当关心 在民政部门的质询时 要求民政局主动协助地政局来厘清产权 加速后续的更新 呼吁我们的民政系统跟我们的警政系统 必须主动动起来 透过区政理政民政的能力 去找到相关的人 让陈中城在整合收购的过程里面 能尽速跟这些区分所有权人达成协议 不要让整合的过程延宕 来让陈中城的痛一直延续在高雄 连续在台湾 而郭建盟也提到 这场大火烧出了老旧住宅的安全问题 因此也呼吁相关单位 要阶级杜绝悲剧再发生 行政配套与法令的修正更要加速进行 我觉得政府在高雄 有责任告诉我们的市民 哪些大楼是危险的 你不要去住 我们如果没有做这个责任 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项 我觉得代表自首 除了要强制成立委员会以外 还必须要针对这些设施 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加强改善 而造成民众有生命财产 安全危害的一役的时候 政府必须一样有公权力 依照消防法或者是建筑法 来命所有权人停止使用 如此才能让市民知道 哪些建筑是有政府认为安全的建筑 哪些呢 不是 不要让民众因为资讯不足 物财地雷发生不幸的事件 陈中城大火事件至今 高雄市政府也正积极追踪后续 郭建盟也认为 未来政府应该加速修法 以及加强相关的行政配套 全方面的照顾民众的局主安全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高雄报导 陈中城事件之后 除了开始有各界捐款捐物资之外 在沿城的在地商圈也联合起来 有超过30家业者推出待用餐 以及爱心物资 希望能够帮助受到大火影响的居民们 陈中城大火影响许多居民 地方的商圈更是不遗余力的支援 沿城研究所联合在地的业者们 透过开设Google表单的方式 让店家一同发挥爱心 除了让资讯更加公开透明 也让想尽一份力的店家更方便加入 因为沿城研究所这是因为 陈中城的事情的时候 大火然后我们就及时的 就是及时的整合这些 店家的物资 一些生活用品 大大小小的 然后还有一些住屋的或者是工作的 我们就把它整合出来 放在沿城研究所 让大家共笔模式 大用餐 衣物 生活物资 工作机会等都有人提供 不只沿城区 更有林雅 古山 新兴的店家一起加入 期望能够抛栓盈域 吸引更多业者加入爱心的行列 我们店里有提供那个待用餐 然后在发生事情之后 我们有捐一些物资过去给他们 去取用这样 那我们现在跟他配合的就是有出便当 那我们就是希望 因为其实学长跟我 我们都是在地的沿城区人 那沿城区也住了二三十年 看到这次新闻真的也是希望能够真的 在实质上能够有帮助有帮忙 那我们提供的就是说 也是搭配政府那一边 看后续有什么时间性 时间点的服务多长 那我们愿意去提供像便当上吃的喝的 给这些受灾户 或者受灾户的一些 有关联的亲朋好友这样子 透过住人的热心 串联起商圈的店家 也持续有业者纷纷提供不同的物资 给受影响的居民 而严城研究所的所长 也希望民众可以帮忙转发表单连结 让陈中城的居民更清楚可以提供协助的地方 对希望 也希望社会局可以帮这个忙 帮这个忙 把那些 因为只有他们有那些资讯嘛 看我们要怎么 让他们那些居民知道 然后我们就帮我分享出去这样子 爱心带用餐 除了提供给城中城的居民 更有许多店家也供应给辛苦的警销 与医护人员 在地商圈发挥爱心 供应多项物资 期盼让受影响的住户们 能够尽早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 近期疫情逐渐稳定 高雄市议员王耀玉对此就表示 希望市府相关单位能够在防疫之下 增加国际间的交流互动 让高雄提升国际能见度 此外在防疫期间有许多公务员 为了防疫工作非常的辛劳 王耀玉也希望市府能够给予足够的福利 为第一线防疫同仁来打气 近期的疫情状况逐渐稳定 高雄市议员王耀玉在民政部门质询时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相关单位 能够研拟方案 加强行销高雄 增加高雄的国际能见度 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入住进的管制 以及有一些隔离的措施 真的非常不方便 所以在后疫情时代 目前我也要求新国处 要积极的来规划 最主要也要提升我们高雄市的 人见度 让我们高雄的一个文化 我们的一个经济 我们的产业 以及我们的观光 这个可以带动 此外王耀玉也提到 在提升疫苗施打率时 有许多公务人员都相当用心与费心 因此也特别提醒在加班费 以及相关补修工作 要请人事处全力的照顾基层的公务同仁 那我们市政府一定要让公务人员 他们的该给的 该给的一个 不管加班费也好 或者是一些福利措施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 一个安抚 这个都需要的 不要让基层公务人员当作 像那种奴才 好像奴才 在这里 那我也特别 在要求我们市政府 人事处 就是要来主动观光 王耀玉也进一步表示 照顾基层公务 才能够让防疫工作更加到位 而为民服务的品质也能够保持 因此希望透过市府相关单位来协助 持续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打气 记者李嘉隆 庞文玉 高雄报道 为了带给民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亚湾区中华电信5GALT 将科技导入长照医疗 协助岗山荣家与荣总 进行5G远端会诊 让高龄病患在不出门的情况之下 也能够享受到完善的医疗照护 随着台湾人口逐渐高龄化 显现出医疗人员不足 长照的服务 致见重要的情况 高雄亚湾区中华电信5GALT 将科技导入医疗 全台首创使用智慧眼镜的 迪视角以及AR扩增使进 进行传照的服务 以荣家为核心 结合荣总的医疗资源 来进行相关的智慧传照 这样子一个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找这个封诸伟 跟他这个报告 说我们高雄有意愿来做 推动这个事情 那也适逢这个国发会 有相关的这个议题 有相关的计划来给你支持 也因此在我们三方共同的 这个合作之下 这样子一个计划就逐步形成 那我相信这个计划的这个推动 不仅为我们高雄 更为全台湾 带来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智慧照顾的一个示范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导入了5GALT 可以有效的提升 这个医疗的效率 让高年的患者 可以在不必出门的情况下 也可以享受到 完善的医疗照顾 以5G的企业 专用网络当作基础 我们充分应用 人工智慧 还有扩增实境这样的创新技术 那再配合荣家医疗场域上的需求 我们提出了一个5GALT的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可以有效的提升 医事服务的效率 还有能力 只要戴上智慧眼镜 就可以及时了解病人的状况 以及每天需要注意的事项 市府针对亚湾区 目前正在积极的招商引资 如今在高雄岡山的荣家 导入智慧厂照服务 相信是5GALT技术 从产业扩散到民生 最好的应用案例 政府正在推 这个绿人 智能 还有这个日照 还有私自 大数据 这个物联网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集结我们企业界 愿意来帮助荣家的 我们先来进行 在我们高雄荣家提供的场域 能够非常成功展示之后 我们能够所有的厂商 都能够发展到外销的市场 在外销之前 我们全国的民众 尤其是老年社会 都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 丰富的医疗资源 以及先进的技术 一直以来都是台湾的优势之一 近年来融入科技 已经将传统医疗服务再升级 为民众带来更高效率的智慧应用 钢山荣家导入5GALT 并且与荣总进行远距汇准 不仅用科技缩短距离 也为人民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 记者张世民林嘉义高雄报道 左营和全新城旁 有一块军方土地 由左营区公所任养之后 开辟为小型公园 由于公园里头的提建设施老旧 和群里长就向市议员反应之后 争取经费加以更新 不但让地面整坪 还换上新的提建设施 让附近的长辈 就近前往活动相当方便 长辈们在公园里 利用全新的提建设施 活动活动金骨 一旁就是他们居住的和群新城 下楼步行就能够来到公园活动 相当方便 这很好啊 有这个我们比较老的 像我不能走远 再摇这个还可以 来这边做什么 就是来散步啊 大生地比较好啊 可以运动啊 晚上都没有睡不着 可以很好睡 这块公园的用地 其实是军方所有 由左营区公所任养后 开辟为小型公园 设置体建设施 但经过一段时间 设施都已经老旧 不堪使用 经过里长向市议员反应后 才争取到经费 加以太就换新 那我们保留下来 只有我们的单杠 那是长辈有说 他们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那其他的通通都换新的了 我们是非常感谢 亚会议员 还有市府的养工处 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这个公企 可以如期完成 提建设施 经过更新之后 有更多的长辈 会来这里活动 里长也会请志工 加以维护 不过公园里 没有照明设备 长辈晚上不方便 前来使用 里长也计划 加以改善 所以我预计 后续还要再装 装设一个 一个照明的设备 那我希望以后的经费呢 如果说 还有充足的话 我希望还能够再继续扩大 因为使用的率 使用率比较高的话 现在以目前来讲 是够使用 可是我还是希望 以后可以再扩增 这座公园小儿妹 有足够的空间 和基本的体建设施 供长辈使用 而且离住家也不会很远 更新之后 让长辈持续来这里活动 促进身心健康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高雄报道 为了让弱势的民众 也能够饱餐一顿 每周三 左营的进学里里长 都会动员志工 亲自制作300个爱心便当 而里长还特别借用了 左营派出所内的中庭空地 来备餐 里长感谢 善心人士的小额捐款 才让这样爱心便当 一坐就坐了五年之久 昨天拍出所的中庭空地上 有临时搭好的餐桌 志工们把装好饭的餐盒 排在桌上 大家在一样一样的 把菜放进餐盒里 相当壮观 这样的饭菜都是志工 一早就准备的 有人炒菜 有人分菜 一个上午炸猪排 炒豆干 豆芽菜 萝卜丁和笋干 就装满便当 希望让弱势民众 拿到这份爱心餐 能够有一顿温饱 年轻人上班 然后只有吃剩下 昨天的剩菜 我就自己就心就想说 可以的话 我能让这些 我们长辈们 长者们 然后有一餐就好 一餐 然后给他们送个送餐 金学历发起制作爱心餐 除了是里长 看见他人的需求之外 里长也很感谢 善心人士的小额捐款 让志工们 有足够的经费 才买食材 爱心餐才能够细水长流 一做就做了五年之久 有些赞助两千块 一千块 五千块 等等不一定 然后让我们有 这个爱心便当 能继续发扬 到现在五年多了 会很感激 各界这些朋友们 感谢你们 有善心人士的捐款 也有热心志工的料理手艺 大家分工合作 让一份爱心餐 汇集众人的爱心 分散到各个角落 温暖弱势民众 记者赖昌邦 高雄报道 为在前阵的 复兴国小棒球队 成军三十多年之久 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 棒球选手 而每个棒球小将 都对未来有无限的梦想 在培育的过程当中 校方及教练 都做出了许多努力 同时也感谢 各界的益助 让这些小球员们 能够无忧无虑地打球 小球员戴上口罩 在室内的训练场 进行打击练习 成军超过三十年的 复兴国小棒球队 曾经培育出许多棒球好手 校方与教练密切地配合 让这些小兵们 不论是训练 课业还是生活管理 都有很完善的规划 课业上的 就是我们晚上会有夜空天使 因为这些球员 其实本身的学习跟那个 相对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顺畅 那我们有跟教育局申请夜光天使 等于是帮他们顾及 这个晚上回家空口的部分 那有一部分的球员 本身是有 是住比较远 或是家长比较没有办法接送 那我们学校是也有安排宿舍 也有帮他们申请 有一些比如说比较 生活比较辛苦的 家长有原住民 这边也有住宿的经费补助 那各界也都有一些 给我们的赞助的机会 三个月没有练习 然后包括不能夸校训练 在比赛中明显看出来 就是球员的比赛经验不足 然后小朋友小孩子的话 最重要就是比赛经验 如果充足的话 在比赛的临场上 都会表现得比较好 受到疫情的影响 球队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没办法练习 球员们的训练都乱了补调 因此在前一场比赛 没办法有很好的发挥 但是小将们不气馁 检讨后信心满满的喊话 誓言要拿下冠军 因为是刚从上一届 换到下一届 可以打到40强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打几串联能够再继续好 我们打到冠军一定也没问题 得到的经验会比较多 可以得到下次比赛 一定比较打得比较好 这样子比较有经验 为了让这些小球员的棒球之路 能够走得更加顺遂 有许多爱心企业捐赠了物资或经费 让校长是非常感动 因为有这些企业的善心 才能让小将们 无后顾之忧的专心练球 在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感谢 所有关心我们棒球发展的好朋友 企业界的伙伴 他们愿意来协助这些小将们 在球队训练上的需求 包含一些的棒球发展基金 鼓励小朋友的加菜金 甚至给小朋友加油打气的水果 打棒球这条路虽然辛苦 但是脚踩在红土上 是这群小朋友们觉得最快乐的时光 期待疫情消散就够 球队能够恢复正常的训练 在比赛中发挥出最好的自己 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新的生活讯息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新的生活讯息 繼續帶您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多雲的天氣氣溫是26-31度 南投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地區多雲的天氣氣溫是22-32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區多雲的天氣氣溫是21-30度 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多雲的天氣氣溫是21-29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督新聞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潘文玉祝您平安順心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